今天有人问我养田螺赚不赚钱 当然赚钱了 如果不赚钱谁会傻傻的再矜持十年啊 大家都知道我在家养田螺的话 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我的话有两个小孩了 一儿一女 马上就是第三个小孩要出生了啊 你想如果不赚钱 那么这十年我怎么养活我这一家人 各方面都要钱对吧 那么那么怎么才算是赚钱呢 对于我来说 把每年的开支都除掉的话 还能存上个几万块钱 那我觉得就是赚了钱了啊 像我的话 目前可能每年的毛息都在二十万左右 然后除掉一些开支啊 可能还能存个几万块钱 我是心满意足了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你们跟着我养田螺的人 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养田螺一年就能报复啊 那么我在这里劝你们呢啊 养殖的话不可能一年报复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趁早就尽量输属啊 做养殖的话没有隔几年时间啊 它是不可能能赚到钱的啊 这里可以跟大家说 不光养田螺 包括你所有的养殖都是这样的 没有几年的技术 与这个沉定的话 赚钱是相当难的 那些做养殖 那些总以为做养殖回家 就像景前的一样啊 就是做养殖啊 真的是全能的 非常辛苦啊 首先养殖这方面的话 你要这个技术这方面 你要慢慢去摸索 慢慢去懂得 另外的话 当你辛辛苦苦 把这些养出来之后 你要懂一点市场 这个市场的话是最关键 如果你不懂市场 好不容易养出来的田螺 卖不出好价钱的话 这个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啊 首先技术要懂得 然后日常维护 你要学会一点 然后销售 你要学会一点 然后有时候的话 你推销的话 你还要学会 煮两道的这个田螺 有些人问你 那这个田螺怎么煮啊 你都不会的话 这个的话确实有点 让人为难对吧 所以说做养殖方面 你要是个全部的人才 什么都有连接横力 你看本来像我 应该算起来也 1米7左右 也是一表人才吧 但是养殖这几年 算下来 你看一下 我整个人都废掉了啊 人家像我这30岁的小孩 走出去 那个感觉很年轻 我在家做了几年养殖的话 走出去就像 40岁的大师 50岁的大师 这种的苦的话 我相信只有那个 做过养殖的朋友 才知道这里面的这个 有多累 总的来说 做养殖 真的很累 一旦你主上养殖这条路的话 我希望你们能够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一定要坚持下来 因为做养殖 第一年 你能回本 已经算不错的了 第二年 你技术慢慢积累了 第三年 那么你就是专情的时候 如果你第一年 第二年 你都撑不下来的话 草草的就放弃了的话 那么恭喜你 真的你 不适合做养殖 更加不适合做养殖 养殖田螺 养殖田螺最怕的就是你们 在进这个磁场的时候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了啊 到时候的话 后期维护就很麻烦 但是前期一旦只要做好了啊 后面的话 就只要日常的维护 就是非常简单的 像我们养殖这种 大田螺啊 这种专门的种螺的话 这种要 最少是两年以上的啊 这种呢 大概在一年半了 基本都慢了 要陪一层种螺 这样的话 你们 在群细的话 养田螺就是要 陪有自己的种螺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省很多很多钱 那么对于养殖的养殖 那么对于养殖的养殖 田螺赚不赚钱 当然是赚钱 至于赚多赚少 那是看你们当地市场 以及你的规模啊 你规模做的越大 那么当然越赚钱啊 还有你们当地市场价格越高 更加赚钱 下期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一亩稻田 改池塘 以及全部过程下来算一下 女女到底需要多少钱啊 需要多少时间 那么这期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拜拜